25. 明報Ferry專業為本學士學位助中六生投身熱門專業 2015年7月13日港民A.11臨近放榜 中學民憑事畢業生亡於籌惑升學大計 包括升讀學位課程的出路及選擇 院校成員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Ferry透過屬下的設計 工商及酒店旅遊管理和科技三大學院 開辦一系列專業為本學士學位及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科程 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升學選擇 這提供的課程 針對熱門行業的人才需求度新設計 透過實務培訓助學生掌握相關的專業知識 累積實踐經驗 為日後投身業界提升競爭力 環保發展成工程業新趨勢式設貨程融合行業 需求近年本港不少大型基建工程正在動工 除好謀環保意識提升 各項工程在規劃和發展時均需兼顧環保要求 業內對環境工程師需求恩切 建築工程承辦商利基控股有限公司主席線偉標表示 環境工程師需運用專業知識與技術 評估工程對環境的影響 並推行環保措施減輕工程對空氣、噪音、土地和水質的污染 即開辦的環境工程及管理、榮譽、工學時課程、內容涵蓋環境評估 污染監控、節能減費、以及建築與項目管理等範疇 設合行業所需 院校著重安排學生到工程顧問或工程承辦公司實習 學生有機會到建築工地了解、入場運作及工作實況、吸取實務經驗 單位標表示,工程行業重實務 我們為Ferry的學生提供實習機會及行業分享講座 讓學生對行業有充分了解、入職後更得心應手、發揮機會自然較多 畢業生將可投身專業、擔任環境工程師或從事項目統籌工作 以建築工程師為例,起身點將介乎一萬八千至二萬元 發展前景廣闊、新增課程配慾新一代公關專材企業要塑造品牌認證及建立良好的聲譽 有賴專業的公關團隊、創意無限公關推廣有限公司董事尹美玉表示 近年社交媒體的應用和滲透率越來越高、資訊發達 為公關行業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現今的公關從業員不但要擅長運用各種公關技巧 也要熟悉新媒體的運作,並懂得制定危機管理方案 有效管理品牌尹美玉表示,GD新增的公共關係及管理、榮譽、文學士課程 除了教授傳統的公關專業知識與技巧 也加入危機管理及新媒體應用等內容 讓學生充分掌握相關知識和技能、配合行業實際需要 我們會和實際緊密合作 安排學生到企業實習、吸取實務經驗 他表示,公關行業求財若學 需要具實戰經驗的年輕人才 這畢業生擁有專業知識和實務技能 專業發展將根據競爭優勢、獨特原藝原警管理課程培育未來樹藝師香港的城市發展不斷增添綠色元素 社會對樹木管理和護養二日益關注 最開辦獨特的原藝及原警管理、榮譽、文學士課程 以培養優秀的樹藝師和原藝監督、支援城市發展 香港原藝專業學會會長李然子博士表示 目前本港合資格的原藝專才並不足以應付業界需求 以樹藝師為例 業內估計欠缺近一千名樹藝師 為保障公眾安全、支援綠化發展、培育樹木管理專才刻不容緩 此的課程正好配合社會及業界發展需求 課程致力培育專業實務人才 為學生提供實習機會 例如到迪士尼樂園、馬灣公園及香港賽馬會等企業和機構實踐所學 並深入了解行業運作 李博士十分認同Ferry的實踐教學模式 通過實務訓練 學生更容易掌握樹木護養及風險評估等技巧 他表示,畢業生可以從事原藝及樹藝監督、樹木評估及原景管理等工作 累積2至3年工作經驗便可參加專業考試 成為認可樹藝從業員及樹藝師等 約步考政府助理樹藝師等職位 月薪可達2萬9千元 發展前景理想 六課程納入政府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第課程因應熱門行業對人力資源的需求度身而設 學院開辦的所有學士學委課程以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核 其中時裝設計、產品設計、原景建築、廚藝及管理、土木工程及環境工程及管理 六項課程更獲納入政府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為因此需要人力資源的行業培育人才 中六民憑事畢業生可經由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報讀課程 取六同學可獲每年4萬至7萬元學費之助 中六統一修生親臨費兒、清衣、或5HKDI院校報名 日期7月15日、3至19日、1、上50時至下56時、7月20日、1、上50時至中52時網址 www.vtc.edu.hk.taxinadmission 查詢 2176-1456